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州福农谷的行动公园 这是美国最著名也是最古老的水上乐园 实践于1978年 新建的水上滑梯一经推出 便吸引来了大量的游客前来体验 这个滑梯全长有1975英尺 约合602米 由20个长约30米 重达550斤的小型滑道组成 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长的滑梯 一经建成便得到了基尼斯世界纪录的申请认证 滑梯是建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的 因此对游客们来说 在上面滑行是非常有体验感 非常刺激的 这也是这个滑梯的特色之一 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 冲气滑道完全是由制作冲气弹窗的PVC材料制成 这种材料可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刺激的同时不被擦伤皮肤 尽管滑道非常长 但是由于较高落差的存在 游客滑行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滑行的最大时速可达65千里 一分钟左右便可以滑完全程 比坐过山车还要刺激许多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